提及知名演员谭苏宇 很多人对其开始熟知 大概是源自大型古装历史剧 《甄嬛传》中 《纯贵人》一卷 剧中的唇儿长相端正 秀气 性格又或不可爱 扎扎实实附和了无数观众们的放心 随后谭苏宇又参与了多部影视剧 尤其是在和杨阳 白静廷 吴雷等新生大男星 合作的旋风少女中 她饰演古灵精怪 惹人喜爱的小莹 获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可 紫园越来越好的谭苏宇随后又出演了 后来的《我们》锦衣之下 以《家人之名》等收视率和口碑 大爆之作 还获得了白玉兰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可以说在90后女演员中 谭苏宇堪称 颜值和演技巨佳的代表之一 前不久 由她和王凯主演的航空励志剧 《相逢二性》 同样受到了观众的众多好评 谭苏宇饰演 萨爽不羁的女飞行员程骁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 最近这位童年女星在出席某场聚会的过程中 被拍到了疑似遭遇猥琐男的凯游画面 激发了全网观众们的愤慨和保护语 从报告的画面来看 谭苏宇在聚会当天的打扮 各位是相当低调 上半身穿了一件看上去非常朴素的格子衬衣 并且还戴了一顶黑色的帽子 如果不细看的话 很难认出这全是荧幕前光鲜亮丽的女明星 可以看得出 在接下来聚会的过程中 谭苏宇本人非常开心 也非常的放松 他一直在积极的跟周围的人进行互动 不料此时却发生了一件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只见一名男子朝谭苏宇走了过来 一开始还比较正常 这位男子也只是礼貌性的 跟谭苏宇打了个招呼 但很快 他就给谭苏宇一个猝不及防的拥抱 谭苏宇本人被吓得上半身直接后退 脸上尬笑 同样伸出了双臂 可以看得出 这名男子也算是谭苏宇的一个熟人了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 或许谭苏宇本人 也是不想把局面弄得太糟糕 所以选择了这样的应对方式 但这名男子在抱住谭苏宇之后 却直接将手放在了一个敏感部位 这样的举动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在凯游 谭苏宇的粉丝们更是愤怒的 表达了对这位男子的抨击 认为他这样的举动已经不仅仅是违宪了 甚至可以上升到不尊重女性的程度 在国内的文化里 谁给你的自信 在未经女生允许的前提下 可以伸手抱别人呢 另外更多网友则表示 这样的现象在优乐圈内 早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记得在今年十月份 同样是高颜值的女明星张力 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在张力聚散结束之后 就被拍到跟一位中年男子 一同走出饭店 并且这位男子还十分自然的 将胳膊搭在了张力的肩膀上 看上去一副醺醺的样子 反观张力这边 虽然他显得颇为抗拒 但他并没有直接挣脱 或许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吧 但显然这位醉酒男子 这样的举动 让张力感到了不适 另外除了现实生活中以外 影视剧里 女明星被砍油的镜头 也有不少 就拿前段时间 大火的热播剧 东八趣的先生们来说 张翰在剧中 从背后抱女演员的时候 直接将手 放散了女演员的敏感部位 哪怕在电视剧里 也能感受到 女演员那一瞬间的惊慌 与不适 这一现象 或许早就应该得到 大众的重视 女明星退去光环之后 也只是一名普通女性 合法权益 理应得到有效保障 这样带有猥亵 凯游的举动 也应该遭到 强有力的措施惩治 值得一提的是 向方而行后 谭颂宇再接再厉 又为大家案例了三部新作 你最期待哪一部呢 一归路 本剧由景博然 谭颂宇领衔主演 讲述了归晓 与陆颜晨 这对年轻恋人 因为意外 不得不分离多年 在相遇后 依然钟情彼此 并且破镜重演的爱情故事 从公布的剧照来看 两人的造型 扬眼又下饭 这对CP 我是提前预定了 男主景博然 虽然是歌手出身 但是拍起戏来 却丝毫不输给专业演员 在很多作品中 也都表现得非常惊艳 谭颂宇更不用说了 既有天赋 又努力的优秀演员 气质多变 不管是呆萌高中生 还是干练女强人 他都能演绎得非常出彩 电视剧《鬼路》 根据莫宝非宝 畅销小说改编 此前他的另一部影视画作品 《亲爱的热爱的》 由李宪和杨子主演 播出后 俨然成了严情剧的爆款 据悉 这次的《鬼路》 由莫宝非宝亲自担任编剧 故事的主人公是 陆元成和龟小 两人是彼此的初恋 随着陆元成远赴他乡 进入锦校 龟小家庭变古 两人学生时代的感情 无疾而终 多年后再度重逢 一句话成灰 我都认得你 让两人明白 依旧对彼此念念不忘 据介绍 相比于时下 严情剧各种 腻弄磨弄的甜言蜜语 龟路的感情是细水长流 日常温暖的 剧情有天有虐 同时有生活气 烟火气 此前 景博然一演过警察角色 在楼叶导演的电影 《风中游躲雨作的云》中 景博然饰演与 世界格格不入 不停较劲的 年轻行警杨家动 影片中 景博然满面胡插 脾气失足的警察形象 深入人性 这次归录中的 陆延尘是一位排豹特警 每每出任务的时候 都沉着冷静 理性果断 对朋友十分的重情重义 外冷内热 又专一 二 再见李可乐 本片由严匿 谭苏云领先主演 影片故事 聚焦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 当亲情渐渐失温 一只名为可乐的小狗 带着倔强 闯入了他们的生活 成为母女争执的焦点 也成为苦乐烟火的陪伴 谭苏云算之前 采用过不少电影作品 但在搜索 全民目击中 都是只有几个镜头的小配角 这部再见李可乐 可以说是为她量身打造 适配度超高的少女感形象 与自然成熟的治愈戏演技 让观众期待着满满 从海拔来看 人与猛虫相互击掌的设计 出露影片情感内核 在同趣温暖中 也开辟了另一层想象空间 而谭苏云和严妮 作为两代优秀演员代表 相信此次全是母女角色 会散发出更多演技上的火花 你比星光美丽 许卡和谭苏云的新剧 你比星光美丽即将开机了 这两位 一位是余政旗下力捧小生 一位演技好 能扛拒 组合起来倒也挺养眼的 本剧讲述了北漂女孩 季星辞职创业和投资人韩婷 一起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从未放弃 一起经历考验的故事 职场剧对谭苏云来说并不陌生 期待他这次跟上一层楼的表现 而徐凯作为古装男神 这次挑战现代戏 倒上人眼前一亮 格外期待他在剧中的发挥 同时这部戏是两人的首次合作 希望能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 不过谭苏云这部 却遭到粉丝的反对 花粉真的好严格呀 你比星光美丽 改编自九月系的小说 你如北京美丽 并且原著作者还担任该剧的编剧 从备案公示表中能够看出 这是一部创业题材的都市剧 女主是技术型人才 男主是霸道总裁 创业将两人联系在一起 但是谭苏云粉丝却反对自家无相出演 主要原因戳在原主作者身上 粉丝不满意 你比星光美丽有三个原因 一 三无剧组 二 女主人设差 三 原主作者九月系有黑历史 涉及抄袭 容梗 花粉几乎都是事业粉 催着姐姐们进组拍戏 谭苏云粉丝对这部戏 是有多嫌弃呀 九月系并不是无名小作者 她的多部作品被影视化 周冬雨 易烊千玺 少年的你 杨一杨 王楚然主演的上新剧 我的人间烟火 改编自她的小说 一座城在等你 万之火疑似由童谣张星成临线出演 改编自她的小说 小南风 在线里瞧 她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 白色橄榄树 八千里路等多部小说 都将影视化 2009年 因电影《少年的你》 九月系陷入戎梗门事件 2022年3月28日 作家祖战起诉九月系 小南风 侵犯其作品 越过时间拥抱你 著作权宜案 正式立案 九月系的黑历史 直接影响影视剧的口碑 粉丝顾虑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你最期待哪一部呢 有关演员和剧情的讨论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感谢观看